去看著鏡子中那個虛空眼神的女人 誰?是誰? 是你唷 是我 北條沙溪警察官 警察官 這個工作室 任務 地場 任務 使命 看這條線要怎麼收尾啊 我好好奇喔 我都得剛剛 喂 慢慢的 北條在拖什麼 快來 大叔叫你快點來 來幫忙 嗨 知道了 他們這次又會拿什麼玩具呢 啊 封手呢 在那邊哼著歌 啊 官本呢 拿著電擊 官本呢 則是跟 就是被夾著電擊 官本就跟昨天一樣 空虛的眼神 沒有生氣 毫無光輝的眼神 就像我剛剛看到那個女人的瞳孔一樣 後面有時候會頓頓的喔 哎 沒辦法 因為他現在 現在上傳量有點不夠 對啊 還是你要不要把 要我把 上傳量調低一點 也可以啦 我是可以把上傳量調低一點 沒有啊 我有開BT嗎 沒有啊 應該沒有東西在下載吧 好 嘛 如果還行 我大概就暫時這樣吧 阿 波 阿 又把那個開關遞給了我 阿 沒錯 這個呢 阿 就是我的任務 Satet 然後阿 在黑田大叔來之前阿 你就這樣輕輕的按幾下吧 阿 關本的叫聲又響起 不過呢 阿 他的聲音阿 阿 阿 也是越來越小聲了呢 好 歐輔 喂 關本阿 你到底在搞什麼 阿 阿 阿 到底能撐到什麼時候呢 不懂 為什麼他就是不肯認罪呢 阿 為什麼就是不肯說呢 說了不就輕鬆了嗎 阿 這樣有什麼好呢 反正 難道說果然這個男人的腦子已經完全出問題了嗎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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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說了,要想有什麼好心主意的說 嗯,奇怪了,過了好長一段時間 大概過了三到四個小時吧 然後外面出來一個腳步聲 欸,是黑田課長呢 喂,怎麼這麼晚來啊 都這個時間了,搞什麼 啊,封手看了看手錶 再看了看黑田課長的臉 公妹公妹,抱歉抱歉,晚了一點了 那,持續弄了個筆記 拿了筆記的東西 啊 然後呢,黑田課長哈啦哈啦的笑了 啊,把眼前拿著 的一個大布包,啊,在面前打開來 來吧來吧,雖然有一點古典的 不過就是這個,將將 你拿了什麼啊,大叔好臭喔,什麼東西啊 啊,聽到了一咖啡咖啡的聲音 在眼前的是 大叔 大叔,大叔你要做什麼啊 有著舵 有著柴刀 有著鋸子 有著板手 有著鐵絲 有著酒精燈 還有老虎錢 還有一堆的針 我眼睛瞪著老大 你,你們到底想要幹什麼啊 不過,想要問,但是也沒有問 工,工具吧 對,這是很普通的工具 在一般的場所很普通,但是為什麼會在這呢 這到底要拿來幹嘛的 不,這絕對是,一個人 這是拷問道具吧 嗯 嗯 嗯,それ 這個啊,要問他事情啊 嘛,呢,你知道了吧 總之要,先來選一下吧 啊 喂喂喂喂喂,他在說什麼啊 嗯 嗯 到他本人所虛妄的,哪邊都行吧 要手呢 腳呢 指頭呢 鼻子呢 還是耳朵呢 怎麼樣 你有沒有什麼好主意啊 啊 雞皮疙瘩又起來了 這個人真的沒問題嗎 哦 居然這麼努力呢 那關本怎麼辦呢 我沒做 關本 看著眼前的兇器 表情也沒有變 完全哪,眼神死了 是嗎 那北條,拜託你囉 突然就呼叫了我過來 欸 等等等等,幹嘛 我眼睛又睜著老大 你幹嘛,你是黑棋一戶哦 太奇怪了吧,這個 哦吼,よし啊 就交給北條吧 來 關本 要哪邊呢 哪邊好呢 我沒做 哪邊都好嗎 那北條,你自己選吧 這是真的嗎 這,這,這難道真的要由我來嗎 不對 我,我還是正常的吧 封守他 黑田課長他們 他們就跟平常一樣 跟平常一樣 看來抵抗也沒有用 但是 該怎麼做呢 啊 在心跟意識都逐絕稀薄到我的眼前 那好像漸漸開始變得瘋狂了 總算,那就是 稍微奪回了一點自我 何度也行 不能 不能 得做點什麼才行 不行不行 這樣下去的話 啊 等等等等 等一下等一下 你,你不覺得太奇怪了嗎 奇怪 你說什麼啊 奇怪的是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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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要說服他了 這種說說服得了嗎 詢問 這不是詢問吧 這怎麼看 都是拷問才對啊 啊 哈哈哈哈 你在說什麼呢 你是傻子嗎 也就是拷問 封手你知道的吧 雖然你這麼說 看來他是知道的 人平常不是屍體 就是消失意 不行 跟他沒辦法對話 這個人已經 這是拷問 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然後咧 這種事 不能做吧 不能做吧 人類中 做這種事呢 蛤 你是白癡嗎 這 這 是誰決定 能不能做的嗎 蛤 你嗎 誰 誰決定的 不行啊 我是沒事的啊 你到底怎麼搞的 你小學生啊 這個人 果然很猶如 腦子有問題呢 欸呀 又扣回來了 不行 跟他的規劃進行不起來 總之 但是應該比黑點課長還要好一點 安 封手 呃 想想吧 想什麼 違反法律 幹我覺得我選錯了耶 這個剛剛講違反法律好像沒什麼屁用耶 這是為明確的違反法律啦 以刑事訴訟法為原則 這個會被懲罰的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 為什麼你們要違反法律呢 封手 你不覺得你們很奇怪嗎 異常 我也太失禮了吧 確實有點偏激 啊 不過這是我們特克啊 這是我們特克的職業啊 我們可是專業的人 雖然是工作 可是作為守法的警察官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呢 太奇怪了 什麼嘛 啊 他說我可能沒有讀那麼多法律呢 你可是刑警喔 吵死了 誰得我不擅長了吧 幹你能說一句你沒 你沒讀過刑法就可以 就可以脫罪了喔 所有夢的假奈 不是那個問題啊 哎呀該我就快升天了 總之問題就有一個 就是現在是拷問 好嗎 這可是 這可不是正義啊 這不是正義 拷問來尋求 尋求可不是什麼好的行為喔 嘛 那是確實是真的 是也沒錯啦 不過啊我們已經有了覺悟 就擔當這種骯髒的角色 啊你是不是還沒這種覺悟啊 那你要辭職嗎 蛤 不是這個問題啊 哎呀 哎呀我要去了 啊不行又挫敗了 總之封手很單純 啊 啊 嗯 到底頭腦好不好呢 他這樣沒辦法理解 總之封手你差不多一點吧 所以問題到底是什麼嗎 你搞錯了什麼東西 所以說你搞錯了吧 啊 在這種看不到人的地方啊 留下沒有毆打過的痕跡 以治療為名的電擊 這都不對啊 啊 這種都是錯的 還用這種道具 你要怎麼報告呢 醫療事故 自我傷害還是失誤呢 啊 啊 いや嘛 それはその 這個 啊 這種工具 要是被調查過了 可是日常使用的喔 你們是不是拿來 拿來誤用啦 欸 可是三當又不是我 所以呢 啊 你打算放棄嗎 放棄思考 把責任都推給別人嗎 這樣就是別人的錯了嗎 嘛 就交給別人吧 這樣也好啊 哎唷 恢復了恢復了 讓他自我思考 再一步 再一步就好 再逼他一步 就可以讓封守恢復了 這是責任問題吧 嘛 那是大叔他 上面的指示嗎 上面 欸 那個 難道是更上面的嗎 本廳的指示 是本廳的指示嗎 是不是警察局長之類的 不會吧 難道說 那些上面的人不打算守法嗎 那一般來說 我們跟上層是沒有那麼多接觸 所以也不會有本廳指示 從手開始在思考 喔 還好還好 從手有點不開心 我也知道啦 是違法的 但是這種事情有必要現在說嗎 啊 當然啦 我們可是法律的守門人耶 法律是司法對吧 我有學過 行政 什麼在學校學的 三權分立 唉唷還不錯還不錯 還拉回來一點 總之 稍微封手開始思考了 嗯 嘛 啊 雖然你確實這麼說 如果萬一他真的手被砍掉了 確實責任也不好釐清呢 欸咻 對吧 啊 本來這個命令就很奇怪了嘛 太神經質了吧 啊 就是思考力低下了我也都覺得不該這麼做 但是 現在啊總之說服了封手 好 這樣就是二對一了 應該可以改變話題的流向了吧 怎麼辦 黑田大叔 北條說的也有道理啦 啊 剛剛一直沉默不語 兩隻手插腰的 黑田課長在後面盯著我們 叛了口氣 他到底在想什麼呢 是偽造診斷書嗎 還是什麼 他做得到嗎 只是一個警察官 以一個警部來講 阿諾 那個北條 這是我的命令 所以說這個命令 有問題吧 封手你閉嘴 啊 黑田課長盯著我 阿諾 聽好了啊 士兵什麼的不需要思考 只要聽從上面的命令 下面就乖乖的做就對了 上面的規模 你們下面人是不會知道的 所以說這個命令不對啊 所以說對不對 是上面的責任 在現場最前線你們 根本不需要考慮這些 你們所知道的 就是好好聽從命令而已 安安 所以說我說那個不對啊 對不對 是上面的問題 我要我說幾次 唉 我真是對你失望透頂了 為什麼 你就是不能好好實行我的命令呢 大概啦 所以那種命令我不聽 話說那種命令 也不是黑田課長 而是更上面的指示嗎 上面 到底是多上面呢 難道連官本就算肉體 身體出現什麼問題 他們也都考慮不用管嗎 什麼嘛很簡單啊 嬰兒也會用啊 就用這些道具就好啦 把它砍下來 但是 不行 跟這個人沒有辦法對話 講不起來 這種事情 那責任 誰 不行了 沒有用了 這個人一開始就沒有責任感 所以很可怕 總之要我說幾次了 聽話就對了 你真是蠢啊 就好像跟昆蟲一樣的對話 就是一直重複著 那種小事都不用管 知道嗎 如果你覺得不想做 那就是你的無能了 但是 你的下雨天很無能 跟這個人對話已經沒有辦法 這已經不是倫理 或是道理的問題了 所以說 所以才做這種非人道的事嗎 到底是 這人到底怎麼回事啊 難道你還是不肯接受嗎 那 難道說 難道你跟那個 難道你跟關門之間有了什麼 就是很好嗎 你們之間有什麼私情嗎 之類的 沒那種事啦 沒那種事啦 再說 那個男人 欸 怎麼樣的男人呢 對了我 一直到底覺得關門是怎麼樣的男人 我也不懂 完全不知道 卻沒有同情他 然而 總之啊 如果不能遵守我的命令 那麼你就是跟嫌疑犯是一樣的 那不行 我不需要這樣的部下 不需要 別說什麼不需要這種事情啦 但是 雖然他如果說不需要 我可以很高興的說 耶 我就可以閃人了 但是現在的情況 不對沒這麼簡單 沒辦法相信別人 絕對不是在現在說句辭職 不幹了就這麼能夠輕鬆搞定的事情 嗯 啊 關本 你們要砍下關本的手腳嗎 那 不只是手腳呢 比如說把他的鼻子削下一塊啦 耳朵砍下來啦 嗯 或是拿針去刺他的眼睛之類的啦 嗯 喔噗 哎呀 這可是性騷擾呢 這這這是拷問吧 你們 警察怎麼可以 這已經不是嘗試的問題了 不對不對 討論這個嘗試也太奇怪了 好或者是不好 不是說這件事的時間了 我們的特克 不需要像你這樣無能的傢伙 真是覺得你丟臉了 啊 我太失望了 欸 不用你了 不要你了 別來了 無所謂 啊 雖然你說什麼不 失望什麼的 不用我 可是我也不能就要隨便走啊 啊 搖頭一走不能解決問題 比起這個 嘛 要先處理他的事情才對 但是我該怎麼做呢 告發他們嗎 可是有用嗎 我現在一點證據都沒有 而且要是在警察局內 恐怕課長應該可以把握到吧 都死了一把一 該怎麼辦呢 這邊沒有我的同夥 沒辦法說服他 再說他也不是能夠溝通的人 安安 總之你先聽我說吧 我才不想聽沒能力的人呢 我需要的只是實行力 你啊 你啊 在這麼重要的 在這麼重要的這個 project 的 這麼那個叫什麼來的 project要叫什麼來的 那個 就是一個 這個事情 你在想什麼 派不上用場啊你 但是 不行了 課長突然興奮了起來 完全聽不進去 怎麼辦 剛剛開始就跟我一直重複說話 沒辦法說服他 而且總覺得只有一些單字呢 在這樣子 抗議也沒有用的 官本會遭到殘酷的對待 搞不好好會被殺掉 這傢伙可是犯罪者 雖然是這樣子 不行不行 該怎麼辦 在這種小的空間裡面下去 大家會越來越沒有判斷力的 まあまあ 總之先別這樣了吧 先輕鬆點吧放鬆點吧 大叔 那麼計畫 對對對 總之封手就稍微幫了我們一把 那北條啊 今天就算了吧 啊好不好明天再來吧 不行 所以我說啊 那 你先回去 整理一下心情 可以嗎 雖然你說的沒錯 但是 但是在我冷靜的時候 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啊 明天嘛好不好 反正啊 啊犯罪者啊 也對方只是個犯罪者 又不是你的兄弟姐妹 啊 雖然你這麼說 但是 不需要對他有義理或是情感 啊 放心吧 你可以執行 忠實執行行物的 所以明天再來吧 啊 封手就這樣揮了揮手 如果啊拍了拍我 一般我一定會罵他性騷擾的 做不到 如果你再說做不到的話 嘛那就很簡單 就只好跟那時候用電一樣了 在做關門之前 在你身上做囉 他就這樣笑著說著 雖然看起來像是在開玩笑 不過我知道他是認真的 然後我背上冒起了冷汗 我會盡力的 當然 這是騙他的 總之我也只能這麼做了 暫時 好啦 那今天就這樣吧 走吧走吧大叔 那沒辦法啦 算了 啊 封手他們兩個就離去了 我就只能呆呆站在這 什麼事都沒解決 只是拖到明天而已 明天嗎 我還有時間 猶豫嗎 啊 就是根本不知道啊 到底哪一邊 是認真的 啊 然後 哪一邊呢 啊 是 那個 開玩笑的 不 恐怕 應該全部 都是 認真的吧 他們啊 就用那種方式 那種態度 啊 就是 做出各種暴行 啊 還有就是繼續的 用那個 電 電器 電極拷問的關本 俺は 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か 我非做不可嗎 那關本呢 できるわけがない 啊 不應該吧 但是 非做不可吧 我 難道說我就這樣原諒自己嗎 欸 聽味早安 如果如果你們覺得 品質跟剛剛有比較差的話 我就改回剛剛那樣子 如果沒什麼差就先 就先繼續這樣吧 怎麼了 那你就是這個臉啊 你這個 怎麼怎麼這個臉啊 你這副臉啊 就是好像不舒服的臉啊 雖然別人可能一開始 看不出來啦 喔 嚇我一跳呢 美玲 啊 啊 跟我說話的 啊 是同僚 見識擔當的美玲 一瞬間呢 啊 我臉上流出了好多的淚水 哇 ちょ どうしたの 怎麼了 呃 哇 ちょっとやったな 真是的 你又不是小孩了 我知道啦 我聽你說就是了 來 出去吧 啊 啊 我就拉著美玲的手 馬出了警察局 你確定美玲沒問題嗎 拷問嗎 嗯 雖然 真是難以置信的話呢 不過你說的那些是真的嗎 那我全部都說出來了 馬就說了 我能拜託的人 除了他沒有別人了呢 信じてくれるかどうがわがないけど 我雖然不知道你信不信 但是都是真的喔 請你相信吧 嗯 嘛 雖然確實很有興趣呢 嘛 不過啊 莎西亞 你說謊也是蠻有名的就是了 喂 別這麼說嘛 但是我知道啦 你是不會開這種 就是 就是你還是有個底線的啦 嗯 總之呢 是秘密義務吧 總之現在特克的行為已經不算是正義了 已經不是警察的事情了 總之到這麼晚 那就是說就是說 然後呢 我們就在車內的密室 把這些話都講清楚了 一般來說 平常對任何事都不動搖的美玲 現在去眼睛張的老大 這也沒辦法 嗯 難以置信的 喂這些都違法了吧 安安 坐在後座的 坐在後座那個囂張的男人 那是美玲帶來的記者 他的名字叫做 金田找陽一 嗯 兩隻手還不夠 那不過這已經不是數量的問題 而是在本質上 就已經很糟糕了吧 真是的 so